虞千凡伸出手捏住了一根长线 有没有缘分 不是一个算命的说了算的 所以 李婧 我和你有缘分吗 我要用我的眼睛来确认 就算结局真的定好了 那我也要用我的双手 来改写 三 二 一 掀开 那一根细细的红色线 顿时绷紧 叮噹一声脆响 于千凡顺着线看过去 对上来捏着同一根线的立紧 又是我们一组呢 请多指教啊 于千凡 把东西放下去 总导演直接让人拿出来很多的作战服 还有头盔以及水墨枪 这次的比赛 你们可以当成是真人CF 一共分为两个比赛场地 每个场地一共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第一个场地在村内西边的废弃工厂里 第二个场地在这里的废弃医院里 抽到每个场地 哪一组的成员就可以想入住到场地里 你们是留守者 另一方啊 则成为进攻者 半个小时之后 如果还未分出胜负的话 就换第二场地 当然了 这进攻者和留守者也是一样的换 留守者是有绝对优势的 你们可以布置一些不伤及安全的陷阱 最终胜利的那个组 今天节目组会给你们发放这边的温泉券 作为奖励 队长出来抽圈 于谦凡和演员组的那一位走了出去 两个纸团 于谦凡抽到医院 而另一个则是工厂 演员组的人欢呼起来 工厂是第一个场地 也就是说 他们能占到先机 孩子们 工还是手 当你们队友遇到麻烦的时候 救还是不救 都需要你们精准的判断力啊 有的时候 胜败不过是在你们一面之间而已 行了 装上你们的弹药衣服 你们可以两人小队单独活动 也可以自己活动 也可以多队活动 现在演员组先进工厂 给你们半个小时的时间准备 爱豆组原地待命 木槿他们立刻就走了 千凡老师 我们没有什么战略吗 进工呢 没有别的特别好的方法 你们分散开 小心一点就行